各位网友好,欢迎收听我们《征香报》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8月16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李文汪 大学家好,早晨 有这个柳西兰,热得台仰 大教,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有心便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大台网向编辑部 三台,很多愚蝦蟹的浪漫器那里 点赞和分享和订阅,多谢大家 好了,这一节就想讲一下一些中东形势的事情 今天这个拜,中东发生了两件大事 刚刚今天就是伊朗武器禁运制裁 美国申请严格失败,刮了大巴 但是有另一件事就是对美国很好的 大统领来说面上贴金 拜头就是大统领说是 他促成了阿拉伯联合游长国 和以色列正式建交 阿拉伯联合游长国 如果名字太长,不知道 我说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就是杜拜 有钱人的地方杜拜 那个国家 这样说 促成这件事呢 其实杜拜的老板就是他的王柱 就是王子 这位王柱本身就是曾经在英国受过军事训练 热爱马返、马球等等 他一上来就上场就帮杜拜进行改革 握住了军队等等的实权 但是他为人很低调,没有人知道 总之他才是真正握手 不是国王 但是他来到这里之后就不停做改革 这位王柱有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第一,他是对国内的极端主义者严厉打击 就是伊朗那些一定会打到他飞起 那些原教主义 ISIS都被他打到飞起 但是同时间他也高举宗教欢和政策 总之你是认为世俗、欢和等等的东西 所以我是会接纳的 就是女人可以不带头巾 女人可以开车那些是可以接纳的 所以其实在阿拉伯 大家都知道他是搞金融系列 搞到大兴土木 在杜拜大家都知道 那另一样东西 就是他说他有个大清真子 他就把这个清真子的名字 由他老爸国王的名字 由他老爸的名字 就转了做他那个叫做玛丽耶稣的老母 聖玛丽的英文 的清真子名 就是以表扬这个宗教欢和等等的政策 就是不是走极端宗教主义 就是对于极端主义 他就打到他抽筋 大家就不明白 其实跟我们的枪向一样 最争极端的事情是一样的 另外他就向外 其实都有打过的 参与这个也门 派兵帮沙地阿拉伯 一起去打也门的 那些这样的 那些叛军 但是 不够打的 但是都是一支势力 就是其实现在强兵励志 虽然国家少 但是 是变成一个中心 那 以色列那边呢 就是这个叫做内塔尼亚湖 那他本身都很强硬 但是其实最近就很不够 因为他的贪污丑闻 就太紧了 所以就被逼 就是我相信他是被逼 就要签这个和约 那他的和约 就是说了一句好 我现在暂停 暂停啊 吞併巴勒斯坦人的西岸 就这么多了 记住是暂停啊 他被下台街 这个杜拜 杜拜那里说 你暂停侵略他 就是有数谈 有数谈 我就跟你签 其实大家可能金融等等 互通 现在这样签了 其实就是对他 对他在西岸的占领 是更加有利的 是 是 那其实 其实 他这个杜拜 是中东第三个国家 和这个以色列签和约的 那其实为什么 其实以色列的存在 对于美国来说 是一个死结来说 以前没有含气之前 西方是很要说 这个原油输入 就要买免这些中东 但是以色列在那里 就顶心肠顶住他 那些中东 就是美国呢 就是借着苏联说 我保卫着你们 等苏联 因为苏联他们是 是说要颠覆黄室 搞些左翼东西 对于中东 我帮你们解放你们 搞些国家主义 那么中东的黄室 就找美国佬来看场 去对抗苏联 但是就有以色列在那里 就令到那些人 就不喜欢美国 就反而是会 痴苏联多些 很麻烦 所以其实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好的 反而是 就是很多人都说 哎呀 巴勒斯坦又输一仗 那么其实呢 是巴勒斯坦 有点自己拿来的 那么何解呢 嗯 我们说说 有三个国家 现在有三个国家 第一个约旦 第二个埃及 第三个 就是现在杜拜 约旦呢 其实一切呢 就是这个六日战争 啊 1967年六日战争 就是这个阿拉伯的国家 啊 就是以埃及为首啊 埃及啊 敘利亚 约旦那些想围攻以色列 但是怎么知道呢 不行啊 以色列 特杂 全部打倒了 原因就是 当时的埃及 根本是没准备好的 那么 其实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首领呢 就是这个埃及的总统叫纳杂 纳杂 那么他就推翻了那些埃及皇室啊 我是国家政府啊 怎么怎么怎么 那么很多人都推送他 那么他其实就不想和以色列打的 但是 但是被人逼啊 被里面的人逼啊 喂 你不打不行啊 要为我们阿拉伯世界出口气啊 这样 那么结果他和以色列打输了 那时候呢 就输了 那如果大家看地图 看到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 以西的西内半岛是被以色列立了 打完六日战争之后 很大件事的 那么 1967年输了 以色列打了三年 到1970年 当时阿拉伯就出了来 他就带了巴勒斯坦人呢 躲在若伊士运河 逃亡若伊士运河 那若伊士运河 若伊士运河 他自己做游击队的 那些 搞三搞四 就是对оп 那些人 但是他 里面有了一群人 这些人为了争取支持,竟然和里面的左翼的分子 就是苏联支持的PLO 他那一档叫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竟然和那些人合作去倒这个弱弹黄室台 就是二五仔 这个弱弹就沾到他们飞起 就视为黑色9月的事件,在9月倒他台 就打到他们飞起,搞到阿拉伯就鸡毛 他搞不定,整班人竟然去找敘利亚 这个阿萨特政权帮手 阿萨特政权竟然去打若旦 若旦就说,糟糕了,不够打 想着自己死定了,找美国佬帮手 美国佬就说,好啊,我找以色列帮你手 结果以色列,结果那时候 若旦和敘利亚中间隔了一条河 那时候若敘利亚的战船准备到河 怎知以色列有三架飞机 在那儿低飞,略过,略过而已 那便已经缩了 那从此就说,多谢你以色列 我和你没有恢复正常关系 但是就停火协议就签了 所以呢,整个中东就说,你这个弱旦,你的契弟 反叛了我们以色列 不理我们这个巴勒斯坦的仇虎同胞 云云就是这样骂他的 但是就理得你死,大佬 你想刀我台,对不对? 于是自己过了三年,1970年 同时间那个纳杂,就是那个纳杂 纳杂,埃及那个总统死了 就是由新的总统上来,叫做沙特 就是新总统 这个总统上来,其实他就经常说 要拿回西内半岛 每个人就想着这个人都是废材来的 因为纳杂他死的时候 整个中东的人都去悼念他 他出席他的喪礼有200万人 整个中东的反以色列支持都去找他 这个新总统经常说想拿回西内半岛 但是谁知道他就出口述 第一年就1971年那时候就说 喂,我给你最后通牒 以色列你好什么,我打你的 以色列呢,但是过了一年就没有反应 以色列你也是傻的,我不给你 就生气了,于是第二年 又是最后通牒了 如果你不给我,你知死啊你 结果仍然都是,都是废的 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就是尼克逊 就是尼克逊 那他的国务卿就是基辛格 就是他的副手的外交顾问就是基辛格 基辛格就是说 这个人说了两年都是这样 吓人的而已 吃屎吧他 就是不理他,少看他 那他这个帅人生气起来 这个新总统阿沙特 生气起来 就跑去找苏联 俄罗斯,那叫俄罗斯 给这一个,喂,帮拖 俄罗斯就说,好啊我帮你 我卖些军火给你 给飞机大炮你 只是飞机大炮的 还要加上一些,我一直都给飞机大炮你的 你想要多些,我给多些你 导弹我都给你了 导弹我都给你了 你不懂用,我找人过来给你 那他就很生气了 加上你用他,他就很生气了 很生气了 生气起来 于是就和这个第三年 1973年 就去找叙利亚帮忙 叙利亚,他和以色列的边界在北边 我们两个夹攻以色列 但是之前他就说 你这个死人头 俄罗斯,就是苏联不帮我手 我赶走你苏联的人 然后他就和基辛格 他赶走苏联的人 就想着嚇一下苏联 然后就要和这个美国示好 我赶走苏联的人 你美国,你和我搞定他 美国就不理你 仍然不理你 因为觉得你这个人都是废的 你看我示好又怎样 于是他就很生气 生气起来就要玩大的 就和叙利亚,想着南北夹击以色列 但是呢 他们当时呢 由这个西内半岛到以色列 要经过一条 就是两边是沙漠 就是一条路可以上以色列 那些战车可以去到 是 他们计过呢 他们的飞机大炮 只是可以去到六公里远 不能够深入的 一深入就会死的了 所以他们制定在六公里那时呢 六英里,六个米尔 渡过了苏伊士运河 六个米尔就会停在那里 然后就慢慢看看 如何逼你到以色列 但是谁知道 于是一开始 他跟叙利亚 在十月头就夹攻 谁知道一夹攻是赢 到了六公里之后就停在那里 就是因为这样一停 美国那些补给品 一千吨一千吨 扔了给以色列 以色列一喘起 就打到你叙利亚那些人 嘔吐 现在经常听到 就跟叙利亚有一个 哥兰高地的地方 一部分就被以色列抢了 抢完之后 叙利亚就骂你这个新总统 你埃及普和我动手 一动手 这个新总统被人逼的 要动手 于是深入敌阵 结果全军大败 四万五千人 即是他有三百五十架坦克 被以色列捡了 飞机全部炸死了 他有个叫做精锐第三军团 四万五千人 被以色列人围住 断水断粮 这个总统不得已 就要找美国佬帮忙 但是美国佬就是现在 好像现在阿侵一样 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水门事件 你这个尼克逊 是傻了 精神压力大 每天就说那些人想谋杀他 害死他 根本做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会笑呢 因为现在好像许智峰 哈哈哈哈 有人跟踪他 有跟踪啊 全城追封啊 哈哈哈哈 是 不好意思啊 真是每天都草木佳境 每天都睡不着觉 那苏联看你这样 竟然就出个最后通谍 出个最后通谍 美国佬你好叫以色列折军 不然我一起来 那外交呢 当时只剩了基辛格 一个人在这里 基辛格就召了所有国权啊 那些什么军事委员 那些人过来 唯独一个没有出席 就是踢走了他老闆 尼克逊 尼克逊你精神更快不行 你跟我走 然后就说不用怕苏联 就叫所有的有核弹的军事基地 准备就绪 就特意放些电波出去 等苏联接到 等苏联以为美国真是打真军 很害怕很缺 于是苏联就肃杀 结果然后他就 骗他 骗他 当然骗他 然后就基辛格就出面 就港湖 最后就是整个西内半岛 给回大半西内半岛 给回埃及 因为其实以色列的兵都是顶不住 这样下去 但是换取的就是 埃及以后不和以色列作对 最后达成了1979年建交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整个经过 是这样来的 以色列可以和两个国家建交 都是打回来的 能战 就是其实 而最 为什麽 这个巴勒斯坦人 是那麽欠什麽呢 他由美国佬 他 就是当然巴勒斯坦人 给不了好处的人 他永远都是高举个道德旗次 但是你走去搞那些恐怖主义 那已经是得人争的 其二呢 他永远都撒不错边 侯彩恩 92年侯彩恩打科威特那时 全世界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说 侯彩恩你这麽不对 唯一一个支持他 竟然就是巴勒斯坦人 因为侯彩恩 我是拿住了巴勒斯坦人之旗 我是为了巴勒斯坦人出气的 我才打你科威特 因为你科威特是一个腐败的政权 忘记我们在这个西岸半岛 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兄弟 我是为了他出兵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理由 他是说这麽的事 所以巴勒斯坦人就撑了他 但是你一撑了他 侯彩恩大败 你巴勒斯坦人又坏了 到911 那些人又在街上拍手 见美国911 那些人在街上拍手 你美国人都心知什麽事了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是 远离了 不是说普世价值 远离了其实这些 基本道德太远了 譬如比国911 飞机撞上去 就是有些人拍手清庆 其实就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恶劣的 你只能有一个惊恐的 就是 的样子被人看的 其实 就是我认为 正常的人都是惊恐的 就不会拍手清庆 你要有什麽情况才会拍手清庆 就是你和他的仇恨 是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那为什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位置 就是他小时候已经被人教他 要仇恨美国佬 那你很简单 你一仇恨美国佬 就不是纯粹仇恨美国的 就是仇恨一大堆东西的 就是美国的盟友 你都仇恨了 是啊 那这种仇恨教育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觉得很反感的 因为 从来这些东西就不是那麽简单 要怎麽样计清计错的 就是从来你都要有些东西 就是你要认清了一个现实 就是我讲有些东西 讲日本制 我也有时候会很生气 但是 我都只是说 你可以 演一下双巴给别人看 让别人同情你多些 就不是说要去仇视日本人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这一样东西 你做些东西要有利益 就是要有好处才行的 你不是说我是战狼 我跟他咬过 你跟日本咬过 那你其实就是 不是有些人会觉得 你这个地方是没有 就是不理这个普世价值的 是不是? 那你都是说普世价值是留的 我不喜欢普世价值 那别人那一套东西 讲到出来就是冠冕堂皇的 那你唯一要打赢他的方法 就不是说你这套东西 冠冕堂皇的东西不行 而是你说 我还比你更加冠冕堂皇 是假仁假义的了 那政治就是假仁假义的嘛 大哥 就是你说他假仁假义都好啦 全世界都是假仁假义的啦 就是你看看 其实仇恨和憤怒 那些情绪 其实对一般人的负面影响很大的 尽量不要有这种负面情绪 我认为 很多人就是那个 你会看到的 其实有些人 你怎样知道他是真憤怒 还是假憤怒呢 有些人的仇恨和憤怒是真的 就是 他那个眼眉毛呢 会下压的 那些人 就是真的有仇恨的人 讲话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大家人是有个 叫做反射神经元的 就是你有时候那些微表情 是隐藏不了的 那有些人 就是你怎样分辨那些投机分子出来呢 其实我们都打算做一个系列 就是看看那些人的小动作 就是我们有读一下他的心 接着讲一下这个仆街 其实他的心想什么 就是全部都是根据那些 读心学的理论 因为我近段时间都在学习这些 这方面的事情 那就是下载了一些书可以看一下 那看一下这些福基说什么 究竟是不是真愤怒还是假愤怒 真是有仇恨还是假仇恨 究竟是不是 为了乱view乱like 还是真是恐惧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确定 他们那些黄友是 卖恐惧 假恐惧不是真恐惧呢 就是因为他们 是完全没有表现到 真正的恐惧的 动作出来的 那些微表情 他根本完全是扮出来的 你看到他 因为真正的惊恐只是很短时间 至少惊恐的时候 那对眼睛 你看看他的眼睛 通常都是闪熟 这样的 他们有什么没有 他闪闪熟也有的人 因为他说人是缩骨 衰搞 是 但是人是惊恐的话 其实你会呆一呆 很多时候 但是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当日 芒果佛佬 扔梁振英先生 那个玻璃杯 玻璃杯 打碎玻璃杯 玻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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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被记者围 那个样子 就是堪称典范 是啊 那时候他就真的害怕了 他就真的害怕了 所以 就是这些都是要看一下 观察一下那些人 就是 那个微表情 看看他们是说什么 因为其实我本来 一早都想说的 之前有一节 就是说他们那个 初选选举论坛 就是你留意一下 拍到他们那些脚 很多人在那里讲大话 其实可以 他们那些脚的动作 有些人根本上就是 明知他是 坐在那个位置 是很有问题 当他有些人 被人吁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那个脚是动了 他动了是很想 离开那个位置 但是离开不了 那你就可以猜到 这条腹肌是说大话 就是那些例子而已 那我们会多说一些这些 就是因为 如果不踢爆这些腹肌 其实我们都 就是之后都挺难有运行 要多些人 要多些人 要多些人认清这些腹肌 说话 哪些人是说大话 就是其实 我现在 我现在整天都 就是学了真BC 整天看老蕭说话 就是我发现了老蕭 他说大话 其实都有很多那些小动作 下次我们可以 直接可以夾一些图出来说他 他这个动作就是 夾一段小小的片 夾一段小小的片 放在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证明他是说大话的 哈哈哈哈 你这样说 他就会慢慢训练自己了 变成一个 毫无破绽的大话堂了 是啊 真的 难一些的 其实 所谓人老精鬼老精 人一年多越大 这些社会经验越多 这些表情呢 就隐藏得很好的 还有 有时候那些一闪而逝的 就是目露空光呢 那其实 有些人会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或者有些人呢 就会尽量 隐藏这些 这样的反应 那他一隐藏这些反应的时候呢 那你就 很难知道他是真正的 但是 现在那些饭暴友 其实 全部都是 就是初歌来的 我认为 就是隐藏不到他们那些 就是 心里面的蝎少啊 各方面的事情 你看看朱凯迪 要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朱凯迪 那些人叫他不要投白票嘛 就是特首选举的时候 你不要投白票啦 那婆婆跟他说 接着那个 那个 朱凯迪呢 他就说 你去问地产商啦 他接着那个蝎少不蝎的表情呢 其实 深深印了在我脑海之中 就是这条陷家产呢 根本上就是 就是 基本上是现在议会里面 最大的大坑狗 是 但是他也流露了真性情 就是 他选不到区议会那时候 那个生意失败轮 是出自真心的 哈哈哈哈哈哈 没错 好了 这段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到最后讲远一点 因为轻松一点 就是 国际关系 知道就好了 是 但是有些事情就不要自己去 学人说有仇必记 你看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例子 就是 其实我都认得一个巴勒斯坦同学的 那时候 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 有个巴勒斯坦儿子 也很朋友 他的名字叫 我一说就知道我在哪里读书 所以不说了 我都是 那 他 他就去了杜拜发展 就是读完大学 他最初在这里做了几年 接着就去了杜拜 那其实他们 本身呢 就有一些优势 就是懂得说那些阿拉伯那些话 但是我另外一个犹太人的朋友 那他现在还在这里 那他就说 其实呢 巴勒斯坦人呢 就是在中东是很黑人真的 其实他们 他们的黑人真 也都是令到以色列 可以预纳不到的原因之一 因为没有人真正是想救这帮巴勒斯坦人 因为这帮人是养不熟的狗 就是看一下当时水深火热 若旦怎样去帮你阿拉伯 你阿拉伯竟然去找人 亂外人去反他 大家已经可以知道 而且这帮人其实是憎 这帮皇室 传统阿拉伯皇室是甚于以色列 因为他认为你们不帮我 是不是很熟悉和现在香港那帮皇人 是啊 所以我们就要扯回来香港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有一帮人是根本就是 是社会的败类 而且很快 他们就会照样去咬美国佬 就是我自己认为 你多给一些时间 他们就会咬美国佬 美国佬不帮他们 觉得什么什么 他们就会叫人这样那样 所以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黑人争的人 始终都是有天收 为什么? 因为 就是因为他们的处事态度 是会有其他人收他 没有啦 这期时间差不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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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